大家好,欢迎来到Positivity Channel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Cigely 今天,我们将探讨50道人生必须用到的数学题目 数学不只是学科,更是解决问题的工具 透过这些题目,我们将探讨如何运用数学思维来解决日常生活中的挑战 让我们更积极向前 现在,让我们开始这个充满正能量的影片内容 找零问题,购物时的找零计算 折扣问题,计算打折后的价格 分摊问题,与朋友共同分摊账单 换算问题,各种度量单位间的转换 预算问题,利用加减法做出家庭预算 利息问题,计算贷款或投资的利息 收入问题,计算年收入或月收入 体积问题,计算室内的体积如装修时 面积问题,计算房屋或地皮的面积 税率问题,依照税率计算需要缴纳的税金 取摩问题,计算闹钟时的时间计算 几率问题,购买彩券时的中奖几率 统计问题,统计年度花费等 距离问题,计算两个城市间的距离 速度问题,计算行驶的速度等 时间问题,计算两个时间点间的差 燃油问题,计算汽车的油耗 分数问题,食谱或烘烤中的食材计算 净位问题,计算大数的加减乘除 几何问题,计算物体的面积、周长或体积 工资问题,计算加班时间的工资 折旧问题,资产的折旧计算 百分比问题,比回扣、折扣、成长率等 排列组合问题,计算可能的组合或排列数量 分型问题,设计图形或理解模式时使用 成长速度问题,如计算植物生长的速度 简单平方问题,房地产面积计算 利润问题,用来比较和选择投资或商业项目 数列问题,预测指数或趋势 图形问题,解决生活中的空间问题 标记和定位问题,如阅读地图和计划形成 热量问题,计算每日摄取的卡路里 购买问题,比较不同品牌或商品的性价比 幅度问题,用于理解统计数据变化 路程问题,例如规划最短路线或最少耗时的路线 角度问题,如装修时计算所需的材料数量 积分微积分问题,例如物理问题,如速度的变化等 储蓄问题,例如想要储存一定的钱 每月需要多少钱 贷款问题,如计算贷款的每月付款和利息 股市问题,计算股票的收益或损失 货币问题,进行不同货币间的转换 购物计算,计算购买房源的支付能力 电费水费演算法,根据用量计算账单 合约问题,理解合约中的数字和条款 退休金计算,计算每月或每年需要储存的退休金 汇率问题,计算在不同国家旅游时的消费 薪资问题,例如计算年薪,判断工作报酬是否合理 保险问题,一年龄,健康条件等计算保险费用 点评问题,如计算餐厅的平均评分 谢谢观看,请点赞并订阅Positivity Channel 下期再会 影片尚未完结 在这个节点,我希望与大家分享我对数学题和人生之间的一个相似联系 以及我个人的感悟 我们面对各种挑战和问题 需要运用类似解数学人生如同一道复杂而多变的数学题 我们面对各种挑战和问题 需要运用类似解数学题的思考方式 强调了学会解答数学问题的能力对于人生的重要性 透过运用各种方法,改善个体的人生经历 最终实现人生的价值和意义 首先,将人生比喻为数学解题 意味着我们可以采取系统性和有条理的方法来处理生活中的问题 就像解数学题一样 我们可以将人生的挑战分解成一个各小问题 这种系统性思考的方式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清问题的本质 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 在人生中,我们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 有些问题看似复杂困难 但如果我们能够将解问题的思考方式使得看似棘手的挑战变得更为可控 为我们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有效路径 其次,比喻人生为解数学题强调了学会解答问题的能力 比解除具体数学题更为重要 人生中的问题并非都能用具体的公式或固定方法解决 善于分析和处理复杂的情况 为人生中的抉择和决策提供坚实的思考基础 此外,比喻人生为解数学题也强调了学会改善人生经验的重要性 就像解数学题可以透过调整变数 应用不同方法来得到不同的答案 我们在人生中也可以透过学习、成长、拓展视野等方式来改善自己的人生经验 在人生的旅程中,我们会遭遇各种各样的问题和困难 但如果我们能够保持乐观、勇敢地去面对 同时具备解决问题的能力 就能够在风雨中找到前进的方法